中共海警船出動 最後緊張的不是台灣 緊張是美國跟日本 美國的白宮講話了 美國國務院講話了 美國國防部也講話了 回到這個事件本身 中共具有短期作為的目標 也有比較長期的目標 短期作為 中共現在比較針對賴清德 跟針對民進黨做 第一 因為他們真的很擔心賴清德 他曾經講過 我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中共非常在意務實的 他不曉得還會怎麼務實的 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第一件要防堵 就是520的演講 你不要給我出什麼疲漏 出現什麼東西 我沒有要接受 非得要動手不可 因為如果我不動手的話 那老百姓起來反撲我受不了 所以這第一個 針對台灣來的 再來就是第二層的動作 我不經常講 我說中共拿台灣當牌打嗎 打誰呢 打美國 逼美國出手去對付台灣 也就是一方面我對台灣施壓 二方面我逼美國 讓美國去對台灣施壓 那美國也必須回應 好 那如果說 這樣一圈操作下來 520的結果出來了 中共覺得還滿意 還可以接受的話 大概只要沒有別的意外的話 那情況會稍稍減緩 但是如果出來 結果他不滿意的話 他們會加碼 所以其實你看到這個M503的航線 也就是案例之一 也就是施壓力的部分 目標在哪裡 第一真的害怕賴清德去搞台獨 他希望長期來說 希望賴清德不要搞台獨 藉著押台灣去押美國 讓美國來押台灣 然後你不要搞台獨 所以搞來搞去的是 為什麼呢 他真的怕台獨 因為怕台獨一爆發的時候 或者說台灣真的 往台獨方向走的時候 他必須出手 但他也很清楚 現在他出手要搞台灣的話 他躲不堪美日這一關 那只要對付台獨效果不好 他可能倒台 他可能崩潰的 所以他非常擔心這件事情 那我看到房間的很多分析 不是沒有道理 但這些事情 大量是一個比較低層面的 什麼叫比較低層面呢 簡單說就是 都把這問題 只擺在台海當中來看 他對台灣怎麼樣 台灣要怎麼還手 這就是我經常跟大家講的 兩岸問題 不是只在兩岸當中 兩岸問題常常是大國互動的結果